小董明,站起来 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写作文的时候那四字成语可以不用写 不要拽了,行不行 看看你写的真用事啥 来 作文 爸爸对妈妈的爱 咋掉,你辞醋了 晚上 爸爸结束了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 你爸就是个卖袜子的 又不是啥大领导 太日理万机的工作 回到了我们家徒四壁的幸福之家 你家都家徒四壁了 你还幸福了 我都没法往下面了 打开了触目惊心的冰箱 怎么的 冰箱要吃了你啊 拿出来了妈妈为爸爸准备好的水果 自食其果 你爸做多大饿了这是 餐桌上还有一条死不瞑目的清蒸鱼 爸爸吃的是食之无味 啥叫食之无味 那叫精精有味吧 爸爸说 等有钱了 一定要带爱美的妈妈去 改头换面 让她变得面目全非 六亲不认 你赛熟的你 然后去评论 喜欢人上课